雪兰儿蒲种禁至华小旁的学校保留地 疑似已经转换为商业地段 可能还会兴建小贩中心引起了不满 校方连同附近居民协会因此发起联署签名运动 表明会反对到底 雪州看守行政议员黄思汉承认 确实有公司申请租用争议地段 但是校地还没有被转换 他也承诺支持土地保留为教育用途 雪兰儿蒲种禁至华小校方人员 和附近居协会代表大约30人 今早聚集在校旁空地 拉起横幅并高喊口号 反对学校旁空置的异母土地 转化为商业地段建立小贩中心 你孩子们 校地 你孩子们 校地 不要 云生中心 不要 云生中心 不要 云生中心 禁至华小董事长 拿督斯里黄福安表示 禁至华小在2012年申请建校时 时任教育部长丹斯里慕有丁 从当地的6英亩保留地段 划出其中3英亩土地用于建校 另外3英亩则一直空置 直到7月23号 董事会发现 书邦在野市政厅在空置的3英亩土地上 设立告示牌 告知民众该地段将成建小贩中心 引起校方和居民的不满 除了担心家具学校周围的交通拥堵情况 还会危害学省和居民的健康和安全 如果有家庭 还有餐厅 还在这里 他们会继续 更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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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安全 他们不能生活 与鸡 鸡 鸡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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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董事部和家协在这之后 召开紧急会议 并成立教育资源保卫队 征集家长和居民连署签名反对 截至昨天中午12点 校方一共收集到1574名家长 居民签名反对设立小贩中心 另外还有937名家长 签名支持在有关地段扩建华校 今天校午3点 校方已经把联署信 呈交给书邦在野市政厅 黄福安希望 如果小贩中心最终建不成 校方会继续向教育部争取 申请把剩下的另外三英姆土地 交给静志华小发展 以应对日益激增的学生人数 我们的学校只有三英姆 学生人数已经是到达1470名 那么可想而知 我们的整个那个勇集的现象 包括我们没有一个像样的运动场 操场 没有足够的这个什么 我们没有足够的那个停车位 还有很多我们的特别客室也没有 甚至我们还缺少了两班客室 面对校方和居民的质问 出席的雪州看守行政议员黄思汉 和书邦在野市议员岳国荣澄清 引发争议的地段 目前依然是学校保留地 并没有被转换成商业土地 但承认 确实有私人公司在2021年8月 向土地与矿物局申请租用有关地段 不过黄思汉承诺 会和校方和居民继续同在 绝不会让这项申请通过 人民的声音在市政厅里面我们是听的 如果不听的话 我们没有这个牌在这里 市议会没有把这个地变成商业用途 这个地在RT里面 我们叫阮墙安德巴蛋 它依然是学校地来的 在市政厅里面的 有个发展大蓝图 2020到2035 这片地是学校地来的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批准来的 这个其实是MBSJ 这个苏邦在野市政厅 一个透明化处理申请的一个过程 一个程序 也就是苏邦加业要收集居民 附近这边居民的意见 包括校方的意见 到底这个申请支持还是反对 八度空间实习记者卢敏嘉 许然而普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许ny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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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